今天10月2号是中国时报60岁的生日 从60年前余季中先生创办了真信新闻 到现在中国时报始终是台湾社会良心的表征 最精英的记者关键的时候在第一现场 为读者发掘真相来记录历史 一起带你回顾这过去60年 台湾还有中国时报的成长经验 1950年10月2日余季中先生创办真信新闻 奠定台湾报业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过去60年在台湾社会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中国时报的记者总是在第一现场 用记者的春秋之笔记录事件真相 从来不畏惧当权者 民进党在1986年9月28号 在原山大饭店举行创党一个记者会 所有媒体没有一家敢报道 只有中国时报把民主进步党这几个字 大大的看在中国时报的二版的正中央 我想与其中先生们在那个时刻 你可以说他一直希望把整个台湾社会 带到一个比较开明的 比较一个开放的社会 报业60年 台湾社会快速变化 两岸情势柳岸花明 就连世界局势也经历几番波折 10月2日 中国时报60岁生日 秉持着自由民主爱国家的创报理念 中国时报将迎接下一个60年的挑战 中天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